大家好,我是卢正亮 上一节我们讲了主力操反的拉伸 那这一节我们来讲诡异出货 其实很多客户会问 已经拉伸了,我们已经赚钱了 为什么还要讲出货 其实出货才是核心中的核心 艺术中的艺术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拉伸之后你赚的是福营 是一数字并没有落袋为安 卖出才是最后你落袋为安你自己的钱 然而主力的手中 他们的筹码是非常大的量 并不是说是十万股,二十万股 可能是上百万股 那么大的量如果下跌的途中 其实是会放量下跌的 这是一个不太好的形态 但是主力往往是会在拉伸的过程当中 平和放量或者说是温和放量的状态下 才会陆续的出货 这是一种艺术,我们来看下去 出货的五个阶段 先是拉伸,然后集中拉伸 回调之后吸一波筹码 再次拉伸 然后集中全面的出货 我们来看案例 一波上涨之后 这里是两块钱的位置 涨到了这里 已经是五块钱了 两点五倍 盈利不错 好,我们准备开始兑现 我们开始出货了 好,一波拉伸之后 集中出货 出货之后 回调 在一个低位的时候 我们集中再去买 买回来 把筹码买回来 主力买回来之后 目的是什么 再次拉伸 在高位的位置 全面的出货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出货的流程 那么可以看到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基本没有量 对吧 那么如果说 你在上涨 或者是下跌的过程当中 量非常的明显 那么大家就会非常明白的知道 你这个主力在干坏事了 他要卖出了 他要买入了 他干嘛了 所以这个才是核心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一样的 上涨之后 拉伸出货 集中出货 回调 看这个位置 放出这么大的一个量 这么大的一个量 没有涨 要干坏事了 要卖出了 继续拉高出货 在横盘的阶段 全面出货 好 以上就是主力出货的全部内容 那么留下一个小作业 主力怎么才能做到 神不知鬼不觉的出货 你可以把答案写在留言区 我们做一个交流